Hello大家好我是姚主我在新西兰 现在呢是冬天新西兰冬天 然后终于进入了冬天 然后我的冬装也找出来了 虽然如此晚上其实是有点冷的 尤其是早晚温差比较大 但是其实到了中午下午这会儿 大家会看到这阳光特别的好 好到不得了 然后呢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新西兰的房价 大家都觉得新西兰住着挺舒服的 有点像度假的感觉 对新西兰特别像度假的感觉 尤其是你房子就感觉你住的都是度假房 不是说因为它有多好像度假房 是因为它的房价很像度假房 那其实呢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新西兰今年本身的房价就涨得特别的厉害 就之前评估过一个说 新西兰所有的涨幅是排全世界第二的嘛 然后但是后来说排除了 如果是排除了就是说通货膨胀的原因 那绝对是稳稳的第一 那现在又有一些新的排名出来了 就是说新西兰的房价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这样的一次大涨 就是新西兰历史上都没有 甚至说在世界上来看 这个速度也真的是世界第一了 其实在疫情之前啊大家都没有特别大的信心说房价还会不会继续涨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两派人一派人可能认为可能会暴涨 然后一派人就他们都是自称为专家 然后还有一派人的就是说新西兰房价会有大跌 然后呢我当时呢就是觉得 新西兰的房价应该不会说是大跌 但是他涨应该是小幅度的涨 当时我是这么觉得 当然我不是专家 我只是瞎懵 我是瞎懵派 然后呢 结果现在疫情过去了之后 回来到这个真实的时间 哎现在新西兰房价经历了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涨 就是增长 然后现在呢经过了这个增长还有一些排名 那这生活成本的一个排名排的特别的高 就以前那是103 然后现在排到70 就这生活成本呢就已经排的很高了 也就是说大家要花费的钱哪什么的都比以前多了 就不像以前似的就觉得哎 挣了工资然后花出去就很舒服 然后接下来的排名特别高的就是 呃这个就是工资比 所以这个工资比就是说我挣的这个工资 然后还有和我就是说支出去买房 非常非常的 就是不划算吧 就是房价很贵 这个呢排第几第一 对第一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呃是什么来的租房 这个房子呢我给他出租出去 出租出去其实 呃回报率并不是很高 也就是说我房价高 但是租金其实并不是特别高 就变成了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就是租房更合适 对吧 嗯这里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 如果大家啊住的那个房子不是特别舒心 那我建议你还不如租出去 给人家认为舒心的人去住 然后你自己呢再去住一个 你自己觉得比较舒心的房子 比如我 这是给大家透露的一个小秘密 这我之前也是认真的算过 确实是这个比例非常不划算的 这个也是排第一 然后还有一个第一 也是第一的 就是说全球房价增长 然后说这个厂全球厂房价整个这个增长 新西兰这个增长率太高了 很多金融机构都觉得这是一种风险 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贷款嘛 他们很担心 就是说再加上这个就是消费比例啊 什么等等的 就是很担心这是一个存在的风险 但我想他们可能是用大数据来算出来这个风险 但是大数据不包括 怎么说小特殊情况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因为新西兰它这个国家 我觉得它很多地方其实都很特殊的 很多地方你很难用大数据去评估它 比如说最早以前 因为最早以前就是每个国家 它都是慢慢慢慢慢慢发展嘛 对吧 那十几二十年前 我们就会经常说一句话 就说新西兰这个地方 十年都不待变的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年轻 然后有一些老辈的 比如说大十岁的朋友就说 新西兰这个地方 你十年之后再看 它一模一样 什么都不会变 这个店铺也在 那个店铺也在 这条街也在 那条街也在 这个确实是 就是说曾经我也经历过 它十年都没有变的时候 但是其实这几年 可以说是这十年变化非常的大 那它就是 就是就是因为可能移民多啊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然后导致它变化非常的大 所以我觉得这些大数据呢 也不是绝对 你看像现在 虽然房价非常的高 但是大家很多人不是还是买不着 自己新的房子吗 那房价就特别高 他们还是有需求 尤其是奥克兰 有这么多人回来 然后有这么多的新移民 还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他们马上就要搬出来自己住 然后还有一些 新西兰当地的这些 就叫新西兰人的家长 其实他们也是很为孩子担忧 去带着他们去买房子 这种情况 都是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虽然我个人认为呢 房价应该不会跌的 但是你说它还会继续是这种情况 增长了 我个人觉得不是 因为我不专业 我也是拿出来跟大家来讨论 大家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我们可以讨论 可以给我留言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了 拜拜 拜拜